你現在看到都說 我疫苗找到了 我要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還要三個月 動物實驗還在第二個階段 對 還要三個月 然後說 我現在做出來了 我現在要人體實驗 人體實驗也要三到六個月 所以因此呢 簡單講 我估計它2020年年底會出來 那但疫情呢 疫情如果是六月就結束 你就是左右腳的那個方向不一樣 你就是很自在的 你可以跳很快很快 那你也可以慢慢跳 那我個人呢 是早上起來左右腳 會各跳五百下 各五百下 對 這很輕鬆 不會很吃力嗎 不會啊 你天天跳你就不覺得 那你還這樣 別跟我們講話 對 這是很自在的 那你可以跳很快 跳很慢 那你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運動的效果 今天大小事防疫大家來 我是蕭子欣 那麼新冠肺炎 到底是不是有藥可依呢 那麼疫苗的發展程度呢 是不是指日可待呢 時間點會拉到什麼時候 那在這個疫苗 還有這個救治的方法 還沒有很明朗的出現之前 那麼每一個人 要怎麼樣來加強自己的 自身的免疫跟抵抗力呢 今天我們要好好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現場來到 兩位大家都很熟悉的來賓 那麼陽明大學藥理學教授 潘懷宗潘博士 大家好 還有就是這個長根讀物科的護理師 潘敦懷 敦懷姐 大家好 好 那麼潘博士先跟我們講一下 你還在臉書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就特別的來跟大家講解 接下來這個疫苗發展的可能性 還分成了好幾類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的貼近大家 包括就是說這個疫苗打進去 這個病毒打進去 它有哪幾種種類 先讓我們知道一下說 這個疫苗的發展是不是指日可待 對 疫苗主要 大家在認知上它是預防型的 就好像流感疫苗一樣 就是我沒得到流感我先打 打了以後就好像不會得 吃藥是治療性的 對對對 那是有病才吃 所以麻煩沒病不要亂吃藥 這應該對的 所以那沒病我們可以打疫苗 然後為了防止這個疾病攻到我身體 或者得到以後很輕微 所以這種叫預防型疫苗 但其實現在醫界也有 治療型疫苗 比如說舉什麼例子呢 我被狗咬到了 怕狂犬病 然後才去打疫苗 那我已經被咬到了 那個就有點類似治療型的 但是當然 狂犬病這個疫苗很特別 它是治療跟預防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因為它 因為它副作用很大 所以我們不太建議預防用 所以我們大概沒有預防打 通常都是治療 就咬到了才會打 疫苗的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會分成這個預防型 我們能理解 那治療型有什麼不同 你好棒 你問這個問題 這表示你非常厲害 那麼治療跟預防型 它有一個時間差 因為我現在 時間的差距 就是我現在已經得病了 我可能假意懷中這種爛身體 可能兩個禮拜就掛了 所以你如果打個疫苗來說 兄弟你別擔心 我打完三個禮拜會有保護力 我已經掛了 你這樣沒用 三個禮拜來不及了 三個禮拜來不及了 而且尤其是當我身體 已經重創的時候 你這個疫苗打架 還要我自己產生保護力 我都已經是 我可能覺得 煙煙一息了 都沒有力量在撐起來了 機率蠻低的 OK 所以預防型疫苗 是訓練我的國軍部隊 有自己的航空母艦 有自己的飛彈 有自己的特種部隊 這叫做預防型 如果治療型的 我是希望說呢 你不要再叫我去訓練我的航空母艦 你直接把飛彈給我 比較快一點 所以 所以差別 在你的兵力還沒有那麼強的情況之下 反而外援直接進來 你直接給我 OK 那如果是預防型跟治療型 意思就是說 我同時把第七艦隊開來幫助你 同時呢 那個訓練你的國軍部隊 那就是預防跟治療都有了 但是重點是 你不能讓我死啊 所以你的部隊要先來救我 所以治療型跟預防型 差距就在於說 你能不能立刻讓我產生 防禦力跟保護力 如果你可以立刻讓我產生 防禦力跟保護力的 就可以當做治療 但是我們現在看看就是說 到底他有沒有這個藥 可以 因為有研發說說 現在在這個 用康復者的血液 能夠有效的殺死病毒 那另外還有就是這個 瑞德西偉在韓國爆發MERS的時候 是有效果的 那是不是等於說說 我們現在這個新冠肺炎 也是看到了曙光 它現在是這樣 這個康復者的身上 肯定有特異性的抗原 這是待無疑義 那現在目前呢 以他們感染人數來講 有七萬多人 康復者如果沒記錯 大概三千多人 所以他比例太懸殊 你大概不可能把那 三千多人的血都抽乾 去給那七萬人用 那當然你也可以跟我講說 重症沒那麼多嘛 重症只有15% 那15%的話 那你如果用七萬去乘的話呢 573 573 大概也有一萬多人 所以一萬多人對三千的康復也顯然不夠用 那另外就是說呢 三千多人也不是每個人的身體特異性抗原都那麼好 因為我們醫學界發現就是說呢 康復的三千人裡面呢 大概能用的 現在目前比例 比例 我現在腦袋沒有比例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用 因為有的人他的抗原並不是那麼樣的 明顯那麼多 也不能用 這是第一個 對 那血量也不夠 那當然了 如果說 如果說是針對特別幾個危急重症的 可能可以考慮來使用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他顯然沒有辦法符合 大規模治療的原則 當然現在他目前也已經開始呼籲大家捐血啊等等的 那另外我們捐出來以後 我們還要做一些處理 不是馬上就能用 對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把它找到之後呢 還要考慮跟你的免疫反應性 因為有的人他會不喜歡別人的東西 他會反抗 所以這些都要考量 但是確實它是一個方式 但是呢 它的那個量很少 然後呢 人數也不是那麼多 然後呢 可能沒有辦法大規模 這第一個我要來強調 但是確實效果還不錯 效果還不錯 對 那另外就是說呢 這個藥的部分呢 因為從一個新藥到一個完全出來的 可能要十幾年 嗯 現在緩不積極 所以真的夠快的是 已經發展的藥拿來用 嗯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 就是跟病毒有關的藥都拿來試 但是應該來說 不是所有的抗病毒藥 都能夠來 這個阻斷 新病毒狀病毒 你講的真好 你可以當藥理學教授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次病毒如果是拿刀 那如果我現在 因為都是抗病毒藥 那如果以前抗病毒是打槍 那就沒用 所以呢 我們要先了解它的藥理的機制 所以有人問我說 藥理學教授在做什麼 其實這就是關鍵 嗯 那其實剛開始這個 疫情一爆發的時候 各國都趕快 要找到源頭嘛 所以要必須把這個 新型冠狀病毒給 分離出來 先找到 你知道說你的敵軍長什麼樣子 對 那接下來進度 當然台灣也找到了 那後續這個疫苗 又有哪一些發展的可能性 然後它應該是 要什麼樣的規模的廠 才可以發展得出來 你看過疫情這部電影嗎 第一集看過吧對不對 我記得當時他們是 很入侵你的身體 不是他們那個七八個人 到沼澤的時候 一開始 他疫情的身體都沒看到 因為他會隱形 在樹上會隱形 所以當你敵人是誰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怎麼跟他打 所以後來後來是看到他了 所以我們這次的病也是一樣 像新冠肺炎 你要先知道是誰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知道是誰 你怎麼跟他打呢 結果呢 我們這次新冠肺炎 找到這次病人 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上次2003 SARS今天花了五個月 所以你就知道 醫學有進步了 科技進步很多 我們大概已經快了 大概五到十倍 所以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相繼的各國呢 都把這個病毒找到 而且還培養出來了 像台大也都培養出來了 那在SARS今天 他們花了五六個月 你要培養有一定的量 你才可以做出 更多的疫苗 它被用嘛 你比如說像 像你要潘老師對不對 你要潘老師 這個學習抵抗敵人 那你總得說 欸 肖兄 那你告訴我敵人是誰啊 是不是啊 那你如果告訴我 敵人是誰的話 那我看懂了 我當然就知道 怎麼對抗他嘛 那可是 你連敵人是誰 你就不知道 你怎麼讓我看他是誰 所以如果像 疫情那部電影 把那個疫情 死掉的屍體 放在桌上 發現他有面罩 等一下那些屍體 是有用的對不對 對 有用的 因為這些屍體 就是可以讓我的 國際病毒部隊訓練 那訓練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都知道 它長得什麼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 所以因此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是等於說 先要把這個病毒 分離出來 然後把它養著 然後呢 做後面的這個使用 那好 我們要把它打到 身體裡面去呢 如果我把活病毒 直接打進去 那就中標啦 好 所以我們在做疫苗的時候 剛剛那個 子欣有講到就是先分離出來 你找到了嘛 找到之後 你要打到身體裡面去 讓免疫系統認識 那你打進去的時候呢 你如果是直接打的話 那就等於中標了 我們現在已經 第一階段已經OK了 結束了嘛 已經花了時間很短 現在要進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 那你要打到身體裡面去 打到身體裡面去的時候 它分成兩種情況 一種是死掉的 一種是活的 那在死掉的裡面 又分成兩種 一種是死了以後呢 它的屍體完全不動 那另外一個是 死了以後呢 它的屍體會稍微動一下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是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是想說 死的打進去比較安全 因為它不會再感染你 這種我們學術界 叫不活化疫苗 那但是不活化 沒人聽得懂啊 我就把它講成叫死的 意思是一樣的 死的病毒 那死的病毒打進去很安全嘛 可是問題是 當它全屍 就什麼都不動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們免疫系統 有的時候 反應有的時候還滿劇烈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想說 如果全屍反應劇烈的話 我們就讓它留個半屍 切掉一點東西 那這種叫裂解疫苗 就不活化裂解疫苗 那這樣的話 我的身體的反應性 就副作用會比較少一點 那這是屬於安全性部分 打進去的意思是 要讓我們的民意系統 去認識它嘛 對它有反應就是有認識 它如果沒有反應就沒有認識 那假設沒有反應 對我是沒有用的 那可是如果反應了人死了 那也沒用 所以安全性跟反應性都要顧及 但我們首先會顧及安全性 所以一開始會是死的 會是死的 如果死的很安全 然後又有反應 那這個就結束了 我就會用它了 但是如果死的 它反應安全性太過負重太大 我就會把它裂解 就是把它變得半屍 然後再試試看 那如果有反應 那它就同意了 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這兩個都引不起反應 有的時候我們民意系統也很奇怪 你要訓練它就說 潘老師 拿個真的來玩一玩 玩大一點 這種死掉的我沒興趣 有的人會這樣子 那如果這種情況我不得已 我就只好用活的 但用活的要很小心 因為我怕它的活性太強 所以先把它搞個半屍 搞個半屍再來玩 搞個半屍就表示它攻擊力下降 那通常我們像這種的活化疫苗 這叫不活化 這叫活化 活化疫苗會引發這個免疫系統的反應 應該會強一些 你講對了 因為真人來了嘛 我給你個那個 就半死不活的真人 紫欣我這樣講了 我拿個美女圖給你 跟我拿個真的美女給你 哪一個比較有反應 真的美女 所以我的反應 但是這個是半死不活的美女 對 那是因為這個病毒它壞人 不能那個 所以通常我們把它解釋成 就比如說盔甲破爛 刀已經都燉掉了 然後體力消耗大半 像這種叫減毒疫苗 所以因此叫做活化 減毒疫苗也可以試 那反正就是說 不管你是哪一種 你要顧及安全性跟有效性 假設都通過了 假設都通過了 那就開始製造 這還包括動物實驗跟人體實驗 因為你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不能先在人體做 因為你直接打到人 要出事怎麼辦 所以當然先打動物 動物沒事了才敢打人 所以一定會經過動物實驗跟 所謂的人體實驗 那安全性有效性都要通過 那你就會選哪一個 當然我們還有所謂新一代的疫苗 我們沒有空講 我們先不講 我們講傳統的大概是這樣 新一代的還有很多技術 我們就不講了 那但是沒關係 你選對任何一個形態就會下來 下來要到製造 那製造很好玩 因為你知道是要讓它死 可是你要先養出一堆人 再讓它死 你才能當疫苗打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疫苗我們怎麼做 你知道嗎 是要拿那個受過精的雞蛋 還不能像你現在吃的雞蛋 你現在吃的雞蛋是沒有受過精的 對 所以是活雞 然後而且是受過精 不是雞 雞蛋 對 它產的蛋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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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隻那個蛋要受過精的 OK 聽懂意思嗎 OK 我們現在吃的蛋是沒有受過精的 可是這樣的蛋 你也要大量生產才能夠達到 一模二的規模 是啊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在那個雞場 就是母雞養著 然後母雞就自己下蛋 下來蛋我們就拿來吃 真的都沒有受過精 也就是說這些母雞 不一定沒有跟公雞在一起過 對 沒有在一起 沒有同房過 對 但你現在如果要雞胚蛋的話 就是受過精的雞蛋 你得把公雞跟母雞 養在一個籠子裡面 要讓它受精 受精之後生下那個蛋才有用 那我考考紫星 為什麼只有受過精的蛋有用 沒受過精的蛋沒有 它才有活化的能力嗎 不是 它才有細胞 因為我們的卵只有單骨的DNA 到了受精才會變雙骨 那才有細胞 細胞才開始分裂 那病毒是要砍進細胞嗎 沒有細胞它砍進去幹嘛 所以讓它要砍進細胞的機會 細胞至少要存在 所以受過精的雞蛋 雞胚蛋才有細胞 所以因此呢 我們光像美國當時在那個 你記不記得墨西哥流感 好像2009年 所以墨西哥流感 是特別開了個生產線是不是 不是 它就是說 當時它為了要給美國人打 美國有三億人口 它為了生產 夠它40%的美國人打 一億好像兩千多萬支疫苗 它生產了三個月 它需要三個月來準備那些雞胚蛋 然後去養 然後去弄 所以它的疫苗發展出來之後 它還花了三個月來生產 所以不是說 我的疫苗都確定了 動物食業 然後衛福部合可了 你的疫苗就出來了 你還得想辦法去量產 要有規模的 規模要很大 但是這個規模 平常很累的原因是什麼 就像我們那個口罩一樣 我們現在正常台灣 沒疫情 一天兩百萬個口罩就夠了 但是現在有疫情來了 一天一千萬個口罩都不夠 那我請問你 那你平常去搞的 一千萬的生產線 你要撩緊撩到什麼程度 你也不能平常就放在那邊 對啊 所以就變成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突然間你要產量的時候 我不一定有這個生產線 我就要增掉生產線 現在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因此我們這個疫苗 目前我不管 就是這個變數了 最起碼最快最快最快 我認為是在 2020年的年底會出來 最快最快 就拼一年之內就對了 最快最快 你現在看到都說 我疫苗找到了 我要動物實驗 我說 動物實驗還要三個月 動物實驗還要第二個機 還要三個月 然後說 我現在做出來了 我現在要人體實驗 人體實驗也要三到六個月 所以因此簡單講 我估計它2020年年底會出來 那但疫情呢 疫情如果是六月就結束 用不到 我們現在怎麼樣增強自己的免疫力 其實第一個就是不要恐慌 因為你如果很緊張 其實你的這個免疫力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心理會先影響你的身體 是 其實這個很多人就建議 你繼續按照你的日常生活來過 那當然我們一定要講這個飲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很多腎臟科病人 那他們就是這個蛋白質不夠的時候 是非常容易感染 但是我們正常人 記得一件事 就要符合食物的金字塔 那第一個就是蛋白質 我建議大家要吃到你的白蛋白4.0 那有慢性病的病人 真的真的要控制好你的慢性病 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慢性病人的這個死亡率是高的 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慢性病 然後蛋白質的足夠 就是來自豆 魚 蛋 肉 那還有這個青菜 水果 這些有一些研究 你吃稀片其實沒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你吃足夠的青菜水果 都是能夠有這些預防效果的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充足的睡眠 那再來就是適度的運動 所謂適度的運動 就是有一些建議嘛 一個禮拜至少要有這個5次左右 每次要30分鐘 那也不建議你去挑戰那種極限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挑戰極限的時候 你的免疫力會下降 所以呢 其實就是適度的運動 那再來就是充足的睡眠 不要因為很歡樂 然後就這個沒有辦法好好睡 下潮心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呢 我們的這個台灣的防疫 我覺得做的是很好 那你就配合政府 第一個 你該自主管理的一定要自主管理 然後呢 這個有這些密切接觸的等等的 你一定要讓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你的這些管理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勤洗手 然後不要揉眼睛 不要揉鼻子 不要以手就口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這個營養的部分的話 大概跟你身體吸收什麼 它就會有什麼樣子的反應的能力嗎 那剛才你有特別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要這個均衡的營養吸收 但是現在以一般的上班族來講 這個外食就吃便當嘛 對那我現在就找到了一個便當 那 你來看看這個合不合格 其實我 大概都是這樣教我的小孩 先把該吃的吃了 那剩下你要吃什麼 我覺得隨便 這是一個 這個應該是叉燒便當 然後打了三個菜 對其實這個裡面有兩樣青菜 我覺得是蠻好的 但是我會建議就是 一綠一百的青菜都要有 那像白色是 沒有看到綠的 對就是少了一個綠色 那這裡面呢 它有兩個蛋白質 一個是豆類 就是油豆腐 但是我們豆腐如果是 這個沒有炸過的 我覺得會更OK 所以把這個油炸的改成沒有炸的 對可以改成毛豆 或者是那個乳豆腐 我覺得這是相當不錯的一個做法 那再來這個叉燒是蛋白質 但是它的調味上可能就是比較重一點 叉燒還沒有太肥 對它算是蠻瘦的 那我要補充一個就是 我建議大家那個含糖飲料 跟甜食還是要少吃 因為有一些研究 你吃了這些甜食之後 你的白血球會下降的 所以呢這個 這段時間裡面的甜食 或者含糖飲料 可能不要喝太多 那這樣的飯的量呢 其實基本上這個飯量大概就是一碗左右 那如果你算在你的澱粉類裡面 那是夠的 但是可以的話 其實可以換成一些像顴骨類的 或者是說你不喜歡都是顴骨類的 你可以加一點地瓜等等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會比全白飯要來得好 是 那剛剛提到這個運動的部分 大家盡量都去保持這個運動習慣 那也有人就是說 我運動的好方法呢 就是去健身房 那這段期間 去健身房OK嗎 如果你是自主管理的 你真的是不要去啦 因為你就這樣容易增加別人的負擔嘛 那健身房我想可能就是要多多的消毒 還有它的這些空調 可能是要有對外排氣的 那大家也要做好自主的管理 就是你的手一定要清潔 然後離開健身房的時候 要確實的沖洗乾淨 但是因為我比較喜歡戶外的活動 因為戶外你就不用戴個口罩 其實你去做健身的時候戴個口罩 其實你也是很辛苦的 呼吸會很不順暢 那我個人就會在家裡做一些 這個有氧運動 伸展運動 那我自己就是很愛跳繩 那我也會做這些跳繩的運動 您的身材維繫的這麼好 身材維繫好是要忌口 對 忌口 然後還有包括有氧運動嘛 有氧運動對減脂應該也有效果 那現在既然說健身房密閉空間不建議去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家裡面就可以簡單做的運動呢 其實有氧運動你在家 可以放個YouTube 因為我家沒有電視 所以我就放個YouTube跟著他做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在看著那個螢幕這樣子做 對 就跟他做 那你可以選擇你適合的 那其實都可以 那再來就是我個人很喜歡做一個單腳跳繩 來來來來分享一下 來我要先把這個單腳跳繩 這個是我們小時候 單腳跳繩啊 對它是單腳的跳 它兩邊的動作不一樣 那我這個是我很喜歡的運動 因為我們小時候 我爸爸曾經給我買的玩具 這在運動用品便找得到 我是在一個文具店買到的 但是後來我其實買很多送給我的朋友 但後來就買不到 但聽說在一些老街還是買得到的 你就是左右腳的方向不一樣 你就是很自在的 你可以跳很快很快 但你也可以慢慢跳 我個人是早上起來左右腳會各跳五百下 各五百下 不會很吃力嗎 不會啊 你天天跳你就不覺得 你還這樣別跟我們講話 這是很自在的 你可以跳很快 跳很慢 那你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運動的效果 也是有氧運動的效果對不對 其實這個運動很重要 它會讓你的心情放鬆 其實有時候恐慌 反而是造成很多讓你擔憂的情緒 反而是不好的 運動完都還講的話 臉不紅氣不喘的 因為我天天都跳 考你一個 什麼叫有氧運動 要達到三十分鐘以上的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以前小的時候就在想說 你們在講有氧 我說我什麼時候無氧過 我只要無氧我就死了 不是嗎 所以那有氧無氧在講哪一個地方 在講肌肉 肌肉要有氧 肌肉要有氧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不能太劇烈 不能太劇烈 因為太劇烈的時候 血流灌進去的時候 那個氧氣不夠 所以當肌肉行無氧燃燒的時候 那它就開始會產生乳酸 痠痛 甚至就表示肌肉的運轉力太高 使得它的補給上不去 所以那就變成說你不能太劇烈 不能太劇烈 意思就是說你消耗掉氧氣 跟供上去氧氣達到了平衡 所以它就一直有氧氣往上供 而不行無氧燃燒 但是為什麼我們肌肉要無氧燃燒呢 因為當你早期躲避野獸追擊的時候 你不能說是到了一定的極限以後 你肌肉就不運轉了 不行 所以我們當時為了逃避野獸的攻擊 所以當你血液供不上的時候 它立刻轉成無氧燃燒 還是讓你能跑走 厲害吧 所以人類真的是很聰明 當然能夠對症下藥是所有人的期待 那麼也期待這個疫苗能夠早日出現 然後讓這個疫情難快能夠受到 控制跟緩解 好 今天大小事 大家一起來訪應